大家好,我总算搞懂了这个为什么秋天叫暴了 我们现在刚入秋,这才没几天啊 这个就开始暴起来了 前两天其实我也已经说了有一些了 但昨天半夜又听哗啦啦一声炸雷一样 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下来 今天早上起来我赶起来看看都有什么 那松树倒下来一大棵呀 然后这是前两天倒的这个枝子 这个天堂娘我们已经都处理过了 那松树那大椰子就把那大枝子掉下来 万一占底下真够惨的 然后这个也还是天堂娘 然后这个又是各种各样的树啊 这树上都掉下来了 然后这一路啊就从这个后院走到前院 然后就看着哎呦这个 我这几天感觉就看到这个绝树叶子变成金色 它这个金呢是真金 让你觉得哎呀这颜色怎么这么好看呢 但是金色期过后它就变成了棕色 棕色以后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这一棵绝树呢总是上面是像一个五彩叶盘一样 你看这个也掉了半夜里不知道哪儿掉了 还插河里了过一天延续就长出来了 这河面上你看这刚才我从这走过 呼喽一只小水龙又蹦进去了 今年这个院子里边基本上小水龙没怎么来呀 哎我知道都上邻居家去了 邻居家那个花园啊非常紧凑 所以在那儿呢会有一种很cozy的感觉 不像我们这个荒野呀 你说连动物都喜欢这种很紧凑很舒适的环境 你说这人非要把自己搞成野生动物一样 是不是说明我们脑子有问题呀 你看这个也掉下来了 这不是从橘子树 这是从橘子树上嘛 又挨了一棵树 我都连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了 又掉下来了 然后你看这一路走啊 这个这半叶里边都稀哗啦就往下掉啊 这叫fall啊 左一个fall又一个fall 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竹子也掉了 也倒下来了 这些就是说我们这正好后面要装点花园的时候 正可以用它 而且它你看不断地往下掉啊 这些叶子 然后还有呢你看它的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树吧 我就想它怎么会淡在上面 它不会掉下来呢 我是左看右看 我就觉得这很好奇 这根竿子你看很直吧 然后呢它这个头上接在那 我算了算 那原理好像它又不像是能直接掉下来的这个弹珠 好像是两根之间卡住 这些都是今年掉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回来反过来再一看 你看了吗 这根树啊 它整个拧巴着长的 你看这小小翠鸟在这正准备看着玩呢 你看这也都掉下来 所以Fall呢 就这季节就什么都往下掉 今天就看图学英语 秋天Fall 说到这里 再见 今天可以吃饭的吗